上海一家台商维空真空制品公司 在7号金船因为土地纠纷 4000平的厂房和机具 竟然被大陆的开发商连夜强行拆除 以为平地 由于两岸在去年才签订投资保障协议 如今竟然传出这么严重的台商土地纠纷案 让当地的台商高度震惊 上海台办已经紧急介入 强调事态已经获得控制 将会继续依法协调 维红真空制品在上海的4000多名厂房 如今变成一片废墟 7号清晨 7、80名凶神二煞闯进厂房 殴打在场的维红人员 当时只有4名台籍干部刮不敌众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传胸 我们员工要拍照 全部都用暴力恐惧 全部都把他捏脖子 说叫他们不能拍 拍就要打他们 叫那个推土机什么 全部把我们的办公厂房 还有那个生产厂房 全部都坠掉 要全部重建的话 要差不多一个亿这样 维红16年前到上海安廷生产真空制品 土地使用期限30年 没想到当地快速发展 7年前地点从工业区变成住宅区 一系之间价值暴涨 当地政府要把土地以高价 出让给开发商惠格公司 并计划找一块工业用地 协助维红以地异地 但根本没有兑现 竟然指出一千多万人民币 作为补偿金 维红台干气愤地表示 一直以为强拆是偏远地区才有的事 没想到会发生在上海 这起事件震惊当地上海台办9号紧急介入协助展开协调 初步决定双方都不要再有进一步行动 并由公安维护现场 防止进一步拆除 帮助行动 白键 淀尾